上海横流翻写英雄本盛 非常时期更可见虎兰中东 在中东这个地方 反正最不缺的就是战争了 最近这几天 因为猎杀伊朗将军苏兰曼宁 美国和伊朗几乎到了最终摊牌的时候 火药卫的行动一个接一个 全世界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 以至于在西方的社交媒体上 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上了热搜 但在各种动作后 这十个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并决定着战争还是和平的最终走向 动向一 普京突然到了中东 1月7日普京突然到了叙利亚 和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举行了会面 并视察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队 要知道1月7日还是东正教的圣诞节 非常时期的非常访问 显然传递了非同寻常的信号 在美国和伊朗剑拔弩战之际 普京没有去伊朗 也没有去伊拉克 而是去了叙利亚 并视察了俄罗斯军队 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世界级地缘政治高手的谋略 身在叙利亚 但普京关注的鲜然是伊朗和美国 每一斗争越狠 客观上对俄罗斯越有利 关键时刻 有勇有谋 敢先下手 普京确实是普京 动向二 安倍也要去中东 安倍也做不足了 1月7日安倍在致民党会议上表示 对绿意紧迫的中东局势感到担忧 我想通过外交努力缓解紧张局势 为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着出贡献 作为具体的举措 他将前往沙特 阿联酋和阿曼斡旋 对安倍来说 中东和平确实关系到日本能源安全和国家利益 但同时万众鼠目的关键时刻 也是展现自己一个世界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良机 去年6月 他前往伊朗斡旋 就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要知道安倍是近两年来首位到反伊朗的G7领导人 但了安倍无奈的是 斡旋最终无功而返 一艘日本邮轮还被炸了 但屡败屡战 屡战不得 安倍确实也不赢吧 洞下山伊朗最高领袖的表态 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衣来说 三个非常罕见 苏莱曼尼被裂杀后 他出席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这非常罕见 在苏莱曼尼战礼上 他不仅亲自出席 而且痛哭流泪 这非常罕见 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 他更直接的指示 复仇行动必须由伊朗的军队直接公开实施 这也打破了过去伊朗一般通过代理人 与美国斗争的惯例 罕见非常罕见 这是要真刀真枪大杠一场 动向是伊朗议会批准严厉复仇 1月7日伊朗议会全票通过 批准了一项名为严厉复仇的议案 根据最新的议案 乌角大楼的所有成员 包括指挥官特工和杀害苏莱曼尼的所有人 将被视为恐怖分子 所有的伊朗人都支持抵抗和报复行动 伊朗还宣称正在评估是杀走对美国的报复手段 即使是其中最弱的一种 都将是美国历史性的噩梦 动向五伊朗要退出核协议 伊朗政府宣布将取消所有的伊核协议 对伊朗限制措施 外出了第五阶段 也是最后一步及离心机数量的限制 尽管随后似乎有反转伊朗官员表示 准备回到对伊核协议全面遵守的状态 但这更多是口头上的 伊朗是以退为进 如果西方没有具体的举措 那伊朗必然退出核协议 这又带来的是一个十万循环 特朗普当即警告就一句话 伊朗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永远不可能 那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对伊朗的核设施 发动毁灭性的攻击 那不就是战争吗 动向六伊朗中教节的暗示 西方媒体注意到就在前几天 伊朗的清真是升起了血红色的复仇旗帜 按照分析 升起象征复仇的红旗 在历史上非常非常罕见 施局暗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动向其两个神秘数值 特朗普提出了一个神秘数值52 他是这么说的 如果伊朗敢袭击美国人或者是美国资产 我们已经锁定了52处伊朗目标 其中一些对伊朗和伊朗文化极为重要 伊朗总统鲁哈尼也提到了一个数值290 鲁哈尼是这样说的 那些提到52个这个数值的了 最好也记住220这个数值 永远不要威胁伊朗 52是当时被伊朗劫持的美国使官冷静 290是至1988年 美国导弹击落伊朗民航客机事件 当时290人全部遇难 美国有美国的噩梦 伊朗更有伊朗的仇恨 动向巴西方开始撤军 不仅仅是撤侨 而是直接的真要撤军 德国国防部就宣布 驻扎在伊拉克30名德国士兵 将被转移到约达和科威特 撤离将很快开始 这趟浑水德国人不参与 不仅是德国人撤军 美国也犹豫了 反正以美国为首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合 已临时将其伊拉克指挥中心 从巴格达撤到了科威特 非常时期上16级还是周围上级 动向9伊拉克对美国反目 1月5日伊拉克议会存票通过决议 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军 伊拉克很愤怒 按照伊拉克总理麦赫迪的说法 美国对苏兰曼尼的暗杀行动 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 慌然违反了美军在伊拉克存在的条件 更重要的 按照这位看守政府总理透露的信息 特朗普曾亲自的邀请他 调停美国和伊兰的冲突 在招到猎杀的当天 他本来是要和苏兰曼尼会晤的 也就是说苏兰曼尼是伊拉克政府的客人 那知道美国一方面要求伊拉克调停 一方面利用伊拉克总理等苏兰曼尼一下飞机 在机场就干净利落地清除了他 暗杀一般都是落小者的做法 但现在超级大国也正要下黑手 哪有一点道义和幸运 当然美国不会走 特朗普已经回应了 如果伊拉克继续这样不友好 就让伊拉克受到钱说未有的大制裁 比伊朗受制裁还要大 如果要美军走 伊拉克必须先还钱 请神容易受神了 但美国不走目标就有 反正有激进组织 已经有友情提醒伊拉克安全部队 从五六晚上开始不要进入美军基地一千米以内 冻下时 悲剧在继续 仇恨在累积 1月7日在伊朗东南部城市克尔曼 也就是苏莱曼尼的故乡悲剧发生了 苏莱曼尼的战利上 冤极的人群发生了严重拆踏事件 薪酬旧恒 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伊朗人的悲愤 最终一旦代理人战争会愈烟愈烈 这可能算是最好的情况吧 是 如果特朗普打红了眼 针对伊朗境内目标打击 那战争毫无疑问将全面扩大 五五伊朗还在观望 还在拿核协议作为筹码 但除非国际社会真有办法 否则绝望下的伊朗 真可能家属寻求核武器之宝 另有伊朗一旦运用核武器 沙特等对手肯定也做不足 肯定也要寻求核武器 其普兰中东动荡的中东 如果这些国家都拥有核武器 那竟然是一个怎样的噩梦 而对欧盟来说 这是最大的噩梦 特朗普可以不管洪水滔天 但欧盟却变成一个世界级政治家 外交家的重要机会 如果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么中东就是百年未有之大乱局 现在中东最大的矛盾 感觉就是特朗普冒险冲动型的冷格 和伊朗的国家民主尊严 受炉的矛盾 伊朗人无路可退 伊朗要做出反击 按照特朗普的个性 伊朗一旦强烈反击 如果他势弱 肯定会危及他的大选 他更不会收手 当然大打出手 不符合伊朗的利益 更不符合美国的战略 这考验着双方的理性 尤其是特朗普的理性 另外普京等国际玩家 也不会毫无作为 第一个倒反中东的大国领袖是普京 这其实就很说明问题 潘多拉的核子已经打开 中东虽然战云密布 中堤还算平静 但这不是常态 应该只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 更猛烈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弄得不好 那真可能是水雨腥风 2020年很不寻常的一年 就这样的在睡红社中 拉开了畜牧 祈祷和平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